Hello 大家好 我是利异湖地产团队的李丹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沃泰华著名的保险经纪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Jenny Hi 大家好 我是仙妮妍 我非常开心今天受到了利异湖团队的邀请 来为大家做一期关于房屋保险问题的答疑 这期视频啊真是及时雨 大家知道昨天沃泰华又挂龙卷风了 昨天龙卷风之后是不是 电话响不停 手机交响约 是是没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确实很多很多的这个用户都受到了这个龙卷风的影响 我确实昨天很忙 哪些那个嗓子都已经开始撕咬了 我相信你也是一样吗 对因为我们的物业公司呢管理了一百多套房子 昨天龙卷风之后很多房东都非常的担心 可以想象到 很多人就是联系询问这个情况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去查看了我们管理的这些房子的情况 相信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能意识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从昨天的龙卷风说起吧 受到影响的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自住房的homeowner自己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房东朋友 还有就是租客朋友 那我们就请Jenny来讲讲他们分别会受到什么影响 好的没有问题 那确实昨天呢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不是很开心的这个龙卷风的洗礼 一部分的朋友们就是很不幸哈住在这个龙卷风的这个破坏区 然后自己心爱的房产呢受到了一些损失 那么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房屋呢分为三种就像李丹刚刚介绍的我们说的业住保险 就是说我们作为房屋的持有人住在这个房屋里 那我们的房子呢如果受损的话 比如像昨天可能我们大家会比较多的是屋顶被刮翻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栅栏fans被吹倒 还有一些是因为旁边的大树因为被风刮倒了 压在了我们的房子上造成了我们的siding啊 或者是这个屋顶啊或者是后院前院的一些损失 那么这些呢都是房屋保险其实要cover的范围 对租客来说呢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压力 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租我们房东的房子住 当然了也有一些租客比较倒霉的 因为住的那个房子正在这个封区 他的房子真的是受损很严重 我们都能看到整个窗户都已经碎了 玻璃都洒得满地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当大风吹过的时候 也顺带的会把房屋里面的一些私人用品 personal contents 比如说他的电脑啊 他比较名贵的一些包包啊或者手表啊 直接就卷跑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所以租客呢就要跟他的租客保险公司做拟赔 这个地方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具体的就要看租客保的什么内容 是不是万一这个房子受回很严重 那不能住了的情况下 租客迫不得已需要搬去Airbnb或者hotel住的时候 那么就要看租客的保险 还是不是cover这部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作为房东和租客都需要自己买自己的一份保险 因为他们承保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对于这个租客来说 他如果说在这个房东的房子受损休房期间他不能够居住 那么房屋保险呢是要给他拟赔 他除了这个自己的损失外 还要赔偿帮他去找本厅的住所吧 作为过渡期 那么作为房东来说呢 他自己的房子也是一样 因为他这个房子不是自住 是用来做投资的 在他修缮期间 他失去了他的经济来源 那保险公司也一样的 要根据他申请的时候的房屋保险的保单 按照这个合同来赔付他的租金损失 所以他是有不一样的 那这个租金损失是所有的人都会cover 还是这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项目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作为这个业主保险 和房东保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房东保险呢 和我们的业主保险有个本质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房东保险 我的房子是用来作为投资的 不是用来作为自住的 这是我的一个赚钱的工具 那么在我房子受损的情况下 我的工具受损的情况下 我失去了我的经济来源 那么保险公司呢就要赔付经济损失 所以并不是说可选可不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所以说大家呢 不要为了一年省个一块两块 而不去选这个租金保护 这个是不建议的 看着我会想到一块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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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